大家好,我是Andy,今天是2020年8月21日,星期五的下午5點多, 我會和大家分享幾個市場的技術走勢和波浪分析, 首先看看恆子今天的走勢, 恆子今天收市升了322點, 看到周線圖今天是星期五, 所以今天要做周線圖的竹,靠今天做的, 上星期他收羊竹,收到在8MA上, 亦都收到在5MA上,亦都收到在13MA上, 看到周線圖有3MA,5MA,8MA,13MA, 上星期都收到在上面, 周線圖在5MA上, 所以在下面這些位置,跌至13MA, 周線圖有3MA, 所以在下面這些位置,跌至13MA, 周線圖有3MA, 在8MA上收市, 看一看日線圖, 看一看日線圖, 周線圖會有支持, 回到144MA就會有支持, 站到後, 然後向上那些MA衝上去, 看到上面有5MA,8MA, 在上面擋住, 所以今天收了羊竹, 然後夾在144MA和5MA,8MA之間, 夾在中間, 現在大概有兩個看法, 第一個看法就是, 這裡是一個A浪, 然後這裡是一個反彈ABC, 一個B浪, 然後這個是C1, 這個是C2, C2還未確定走遠, C1, 這裡是C2, C3, C4, C5, 這個就是第一個看法, 第二個看法就是, 這個位置會調整完整, 然後這裡是A,B,C, 這樣才放下, 也有可能是1浪,2浪,3浪, 3浪,4浪,5浪, 這樣上去, 那究竟是, 走哪個的走法呢? 看看美股的走勢, 你猜他這個位置, 升穿了3400之後, 這個是標普500指數, 他就會做了一個, 一個浪跌下來, 這個浪都比較重要, 這個浪, 究竟他之後, 會不會在這個位置, 升穿頂部呢? 也好看, 這是什麼浪, 如果這個是一個調整浪, 之後就會升穿頂部, 如果這個是一個下跌5浪, 他就會反彈再下, 看過這個浪的結構, 就像是一個色套, 就像是, 這裡有一個, 這裡走了一個, 5,3,5, 大概這樣的走勢, 進入這個30分鐘圖, 就會看得清楚一點, 30分鐘圖, 這裡有一個, 1,2,3,4,5, 這裡做了5浪的結構, 然後這個反彈, 然後這裡又會做一個, 1,2,3,4,5, 或者是1,2,3,4,5, 可能這個反彈就會是A,B,C, 這裡有一層5浪的結構, 然後這裡有一層5浪的結構, 比例上, 都符合色套的比例, 色套A和C通常是1比1比例, 它都差不多做到這個1比1比, 所以這裡就比較像是一個, 色套A和C通常, 所以後市怎樣走, 後市怎樣走, 就好看它究竟這個位置, 會不會守到這個反彈的比例, 看看能否守到這個50%的位置, 這裡看到它曾經是上過去, 甚至乎站到上去0.764以上的位置, 所以這個位置, 稍後有機會升穿的機會比較大, 它站到50%已經大了少少, 它進一步是站穿的, 它站穿的機會比較大了少少, 進一步是站穿的0.764, 它現在站穿了0.764, 但是因為這裡, 可能就算它短時間內做了5浪, 它也要調整一下, 所以它調整一下這個浪才再上, 有機會是這樣, 因為它曾經也站穿過這些位置, 所以它陪調再上的機會也大, 現在就要留意它能否守到3374這個位置, 即是這個跌下來的一半的位置, 如果它能夠在這些位置, 就算跌穿也好, 它站在上面, 即是可以守到這個位置, 即是可以守到這個位置, 這樣就有機會在這些位置上去, 所以現在比較重要的位置就是3374這個位置, 要守到這個位置才有機會是破頂的, 當然它可能是在做一個雙重設定, 即是這裡走完一個設定後, 它反彈又再走一個設定, 如果這個浪是沒有數錯的話, 應該有機會在這裡遲些會升穿, 可能這樣升穿, 又或者這樣升穿, 其實也很 depends這個浪究竟有沒有數對了, 暫時覺得這個位置也是一個色石來的, 即是說, 如果是這樣的話, 後視就暫時未必會是這麼淡, 即是下個星期也還有高位, 那恆子方面, 見到5小蝦圖, 它這個位置也少了一個浪, 即是如果它是下跌5浪, 它應該還有一隻, 反彈, 它再有一隻腳, 但它最後沒有做到這個動作, 看回5小蝦圖, 它就像是一個, 純粹一個調整籠, 即是這裡是一個A, 這支音軸是A, 然後這個B, B的A, B的B, B的C, 這樣就會是一個A, 以及一個B, 然後全部都是音軸, 應該是一個C, B的B, B的B, 就像這樣, 量度比例方面, 拿回A和C去比較, 是1比2.618倍, 所以這裡也覺得像是一個調整籠, 一個調整籠, A,B, C, 所以就要留意, 它現在呢, 就可能是出一個上升5浪, 看到是1,2,3, 現在是走3浪, 1本的比例, 1本的期是站穩, 看到0.618的比例, 如果再站穩, 然後來, 暫時就比較難看淡,如果站穩到0.618 萬一站穩到0.618,就有機會上穿這個頂 暫時看,如果沒有跌穿移動支持,就比較難看淡,也比較高風險 暫時未做到一些比較明顯的移動支持,因為移動支持就在這個位置 看看短線一點,因為移動支持還未升穿頂 所以很難解定移動支持,可能要等它升穿這些位置 移動支持就會出現這些位置 暫時的走勢是比較向上偏偏偏 因為移動支持還未做出一些明顯的移動支持 即是比較遠的,如果在這個位置看,它可能要升穿這些位置 移動支持比較明顯就會在這裡出現 到時如果再跌穿這個移動支持,到時升穿再跌下來 這樣才有機會是轉淡的 否則現在可以一直上都可以 看看上升指數 上升指數今天就是站穩過小時圖的5Mb 站穩過5Mb,其實已經代表了這個位置 有機會見到底 有機會見到底 這樣就算是做了一個有效的支持 做了一個有效的支持 這些位置如果沒有跌穿的話 就可能是見到底 它也會下跌下去 讓一些看好的人繼續在下面這些位置 賣貨 其實沒有跌穿這個位置 就算是有效的 可以逢低也是有效的看好的機會 除非跌穿這個位置 除非跌穿這個位置 否則暫時不少也有機會向上 因為這裡一次跌下來 它突然站穩的5Mb 所以這裡有機會是這個位置 有一個底部出現了 有機會是這樣的 看看黃金的走勢 這是日線圖 日線圖 這裡是1浪 這裡是2浪 這裡是3浪 這裡是4浪 4浪未完 4浪是在走Wsy 看看調整浪 4浪是在走Wsy W分為ABC Y分為ABC Y分為ABC 現在是在走Wsy C 所以現在要留意 4小時圖 4小時圖的STC都死差了 就像是會向Oversoul的地方走 這樣 所以看MA也看到它授制144 授制144MA 下一個位置就是這條 233MA 大概是1900以下的地方 或者用延長量度 看看延長的位置 看看延長的位置 看到它是曾經失守過1比0.320的位置 所以它最後應該會碰到1比0.5的位置 即是1909的位置 像是不上不下 有機會是直接穿 即是跳兩級 即是失守0.382 可能是直接看0.618的位置 所以 暫時看下去 就像是第一個位置是1909 下一個位置是1884 比較像是1884 但1884都還沒有跌穿上次的位置 如果要做一個比較合理的 例如 WSY Y也會跌穿 W的底 看到是1853 這些位置 會在W的下面 那些位置是1853 如果再差一點 如果美元是反彈 看起來很厲害 或者是 因為時間周期 美元指數就會是 昨天說到美元指數 小事圖 這裡走了5浪上升 就會調整一下 黃金會有反彈 所以它做了一個 ABC的反彈 即是這個位置 美元 短線調整 所以黃金就在這個位置做了一個 ABC的反彈 這個反彈 透過兩代也比較容易看到 透過兩代也比較容易看到 我們看到 1比1的反彈 全 impossible OK 尤其是1比1的反彈 就是一種反彈 這裏是ABC的反彈,即是在走1,2,3,4,5的反彈 這裏也有個時間周期,因為走1,2,3,4,5的反彈,調整全部都在5mA 所以留意5mA就知道什麼時候會轉回上 這隻羊竹就在5mA上 代表這裏的一個AB浪或者1,2浪就完結了 時間周期方面亦有個看視 看到這個位置開始是一升一跌就用了55B 所以有留意時間周期的朋友都比較容易在這些位置 知道完成了一個周期,一升一跌就用了55B 這樣就會繼續下一個周期 所以這裏呢,因為現在走1,3也不定 這個位置可能是走1,2,3浪也不定 所以暫時看黃金也看得比較淡 因為美元正在做反彈 看看它大概可以去到哪些位置 它可能最少都要去到93.295 這些位置 0.618這些位置 亦都可以去到93.7 當然如果它是一個比較強的反彈 甚至乎是一個3浪 它會去到94.4的位置 到時如果去到這些位置 黃金應該就跌得很厲害 所以這一點就要留意了 然後看看原油的走勢 看到原油的走勢 看到原油的走勢 這個位置會急跌下來 但是有MA托回 它好像純粹是一個急跌的反彈 但是最後它應該也是下的 因為美元正在上升 看到它下完之後 又升回到超過坡的地方 然後做個四叉 它始終也是在這個急跌的反彈 之後也是才不回到這個位置 所以比較覺得這裡 都是走一個AB 這樣就像是會下這個 可以量度的 測量一下大概 可能會去到哪些位置 看到1比1的比例 就會是40.9 可能也有機會落得深一點 例如1比1.618的位置 39.4的位置 有機會是這樣 甚至乎有機會是2.618的位置 有機會是2.618的位置 有機會是3.618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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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這條影片又拍到這裏 可以喜歡的可以給個讚 還未訂閱Youtube 還可以訂閱 還可以分享給朋友觀看 還未加入Youtube會員 也可以考慮加入Youtube會員 還未加入Patreon 還未加入Patreon 也可以考慮加入 我們下星期再見 拜拜